请注意这款半导体水冷为新兴产品 如果你没有耐心去学习或者没有时间去折腾 那么我们强烈建议你在官网官网 等待首批玩家们分享他们的使用体验 并且你也可以看看我的使用体验 看看这款半导体水冷究竟适不适合你 欢迎来到本期经理老司机 我是盛某人 酷冷之吨ML360 Sabo Zero半导体制冷器 在我发视频之前就已经看过LTT 之本造众多UP的抢线体验 视频中它能使得i9 10900K 获得极低的温度触摸到更高的频率 让我很是心动 想要把它买来看看其效能究竟怎么样 但询问到手机只有少量出货 而且其价格并不便宜 少量的现货昂贵的价格又一次的说明了 它更加适合于高端的硬件玩家 并不太适合于普通用户 假设你使用过风冷 一体水冷 分体水冷 甚至是压缩机和液氮之后 觉得这些都索然无味 想要再来点不一样的 那么它就非常适合 在十多年前 国内就已经有半导体制冷器的推出 但这件事情也仅仅局限于 当时数码论坛的部分玩家知道 没错 就像现在这样 你不妨问问你周边的人 你知道什么是半导体制冷器吗 它是一般的一体式 它的好处是拆装简易 适合于在多套平台之间反复切换 并且 空冷之尊提供了五年质保和漏液爆赔 不用担心出问题 想要图程式的用户 甚至想要长线的玩家都很适合 但缺点就是 如果说你想要换AMD平台 就只能主板CPU带着散热器一起换 EK则是坚持了它的老本行 做起了分体式 它的安装较为复杂 适合有分体水冷安装经验的用户 并且价格较为昂贵 一个冷头比酷冷之尊 大半个水冷 后续更换配件也比较费功夫 它更加适合于安装在机箱内长期使用 但好处就是 现有的分体水冷平台可以直接升级 只需要更换冷头 可以保留大部分的散热配件 但据说也一样无法更换AMD平台 换平台同样需要主板CPU带着冷头一起换 升级的成本也不低 但是不论是酷冷之尊 还是EK的半导体制冷器 其他冷头功耗都是接听了200W甚至300W 并且由于酷冷之尊的设计比较特殊 在购买前需要确保你的机箱 电源 主板 支持 对于这三款一件的具体要求 酷冷之尊也已经写在了详情页中 机箱最好支持顶部360水冷 并且前面板支持安装120毫米风扇的 如果你是10900K加RTX3080或者RX6800XD用户 电源最好选择850WG以上 如果你是10900K加RTX3090或者6900XT用户 那么建议1200WG以上 如果你还想要对显卡进行不小的超频 建议选择你能购买到的最大瓦数 并且主板只针对了华硕 微星技嘉华琴旗下的Z490高端型号做出了优化 如果你的型号不在上方 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请谨慎考虑 这块水冷出厂预装了三把风扇 省去了安装的时间 同时也决定了散热系的正确朝向 而这个外挂在外面的黑色手榴弹 就是库兰之尊为SableZ所打造的第二代水泵 产品详细页面和包装上 支扣不提这个水泵的转速 微达64识别数研的转速 接近了恐怖的5600转 官方客服也印证了我的想法 水泵转速真的5000转起步 把它外挂在外面 也是为了给巨大的半导体制冷头 承出空间 整个制冷器的核心部分 便是这个沉重无比的巨大冷头 库兰之尊为其搭载了180瓦的半导体制冷片 并且为其配备了单8屏的显卡供电接口 为了防止附近水珠低温冷凝 库兰之尊为其搭载了橡胶保护套 用于隔绝空气接近主板 并且还贴心的准备了主板背面的橡胶保护垫 尽可能的防止低温部分的电子运气件 接触空气凝结水珠 在一旁的小盒子里 就是这个制冷器的全部配件 一本安装说明书 一本产品保修卡 一根风扇和水泵的供电线 一根用于控制冷头的USB2.0线材 一包固定冷盘螺丝 和一包用于固定冷头的支柱 其中有方便你固定用的螺丝套筒 还有固定水泵用的两颗特大号螺丝 最后就是英特尔LGA1200的散热器背板 没错 这块水冷只支持英特尔LGA1200 并不支持XR99平台 以及传闻中LGA1700的第十二代酷睿 正是因为只支持一款平台 这块水冷的安装可谓极致请易 背板上带有双面胶 可以直接固定在主板上 拧烧四颗冷头支柱将巨大的半导体冷头放在主板上 注意 在固定冷头之前 请先安装好内存并测试好平台的稳定性 不然 就这坚硬的水管 如果说你的内存正好很高 你后续拆装难度将会直接拉满 由于其橡胶保护垫与插槽严丝合缝 可以起到定位作用 安装冷头甚至不需要提前对准螺丝 直接上手固定即可 可谓非常简单 固定完冷头之后 连接上8PIN的显卡供电 以及USB2.0控制键 最后连接风扇和水泵的供电即可 为了防止主板CPU范爆错 也顺便将水泵信号线连接至CPU范接口 最后查点开机进入系统 按照说明书最后的链接 或者去酷冷之尊官网搜索信号 下载CCP控制软件 然后顺便去英特尔官网 下载XTU超频软件 在安装CTP之前 需要确认好你的主板驱动全部安装 我们为了超频所准备的极度精简版系统 原生并不自带主板需要的USB驱动 为此我们甚至还致电了酷冷之尊客服 好在神奇的驱动大师 来由我们需要的驱动 安装完USB驱动就可以正常使用CTP了 值得一说的是在CTP没有安装的情况下 冷头指示灯为红灯 意思是半导体制冷片未启用 而在CCT启动之后 冷头指示灯转变为蓝灯 通过右键任务栏上的CCT图标 即可调整半导体制冷片的工作模式 从上到下彼此是正常 半导体制冷片不工作 其次是低温 半导体制冷片会以一个较低功耗工作 把处理器温度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温度 供你正常使用 在最后则是无限制模式 而选择这个模式 程序会提醒你 按下确定键后 温度将会下降至极低温 你需要承担此操作带来的风险 在这一刻 半导体制冷片将全功耗运行 使得处理器温度达到0度 甚至零下14度 其置换来的热量可谓非常巨大 所以还需要搭配5600转水泵和360mm冷排 来为制冷头散热 既然获得了低温 我们尝试了一下冲高屏 测试平台 Intel i9 10900K 处理器SP62 搭配ROG M12A主板 散热器无限制模式 配合ROG血音850W金牌全模组电源 全程使用开放式平台 室内气温4摄氏度 为了获得较高的频率 我们关闭了超线程 屏蔽了其他8个核心 随着背屏不断提升 55、56、57 最终来到了双核心 5.8级赫兹 电压抬高到了1.7V 为了更进一步 我们屏蔽掉了9个核心 最终来到了单核心 5.9级赫兹 电压提到了1.76V 由于处理器体质较差 6.07赫兹只差临门一脚 电压再怎么抬也上不去 无奈我们只能放弃尝试 当CTT切换工作模式 子灯亮起 半导体全负载工作 处理器温度不断下降 频率不断上升 看着这一套平台 这才是RG M12A 真正的使命 我们因为处理器的体质 停留在了5.9级赫兹 但是玩家千千万 总有玩家能够使用它 提升至6.0级赫兹 甚至6.1、6.2 哪怕失败了100次 我们也要继续尝试第101次 在夜代超频的那期视频 就有很多人问 意义何在 和比赛一样 看着不断提高的排名 不断接近的世界纪录 当你每一次与它 更进一步的时候 当你超越了 以往的目标的时候 甚至当你站在 世界第一的时候 那种成就感 是真正属于你的 是键盘侠 永远无法体现到的 除了极限 在日常方面 我们也进行了测试 它可以使得 SP62的大雷 在全合金5.37赫兹 1.5V 使用高频运行游戏 3DMark Time Spy Extreme CPU分数6271分 FSU分数8636分 PUBG 2K画质全开 其最高认数可以达到240fps 处理器温度被压在70度不到 控制2K最高画质 DLSS光追全开 平均80fps 处理器温度也稳在60度不到 CSGO 2K画质全开 平均认数也能达到380fps 处理器同样温度在60度左右 原神4K全高画质 离乐和战斗画面 都能跑满60fps 处理器平均温度甚至只有20度 酷冷之尊 Subozio半导体制冷器 如果你有耐心去学习 或者有时间去折腾 那么你的确可以入手 我个人认为它应该待在的地方 不是机箱 而是和我一样的开放平台 它搭配的使用情况不是日常 而是和我一样短暂的冲高屏 它的出现的确让低温超频 以极低的门槛迈进用户的家中 但它的出现并不会撼动 一体水冷的地位 买电脑单纯为了玩游戏的玩家 我们还是建议选择 它是风冷和一体是水冷 如果你正是那种 对频率有需求的用户 想买它 第一 我们建议搭配一颗体质较好的处理器 和一个大瓦数的电源 第二 针对其巨大的水泵噪音 我们建议选择隔音机箱 或者做好隔音措施 到这里 我必须要让你们听一下它的噪音 大吗 很大 我把它放在我的右手边 一边写文案 一边跑测试 就这么一天下来 我感觉我的右腕要没了 第三 针对于使用全塔机箱 以及全模组电源的用户 如果你想要走线美观 请额外定制一根 长度足够的显卡8屏显材 最后 因为在主板BIOS中 半导体无法受控工作 所以暂时只能使用软件进行超频控制 一旦关机或者重启 你就需要重新进行一遍超频操作 不过据说在后续版本优化后 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并且散热效能还能够再次提升 这块水冷真的让我很是激动 因为我就是那一个 不会使用压缩机 不会组装分泌水冷 有着一定的操作经历 也有着以可耐心学习不断试错的心 我就是视频中那个想要获得高频率的玩家 把处理器温度降低至零下的那一刻 那种喜悦感 就顿时觉得 这3000多画的值了 好的 那么这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这期视频我做做写了3400个字的文案 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去不断测试 不断试错 只为给你们带来一期尽可能全面的评测 同样在本期视频中如果有错误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友好指出 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并积极改正 最后不要再说我的头发了 我过两天就去剪 这里是圣魔人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